Hello大家好 今天是7月爱用品 今天是7月的28号 我太准时了 在开始介绍之前 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前阵子我不是脸 特别糟糕嘛 你们看我前几期视频 也会发现 我就是烂脸 包痘 很糟糕 我现在呢 已经好了很多了 虽然我今天有上妆 但是它已经没有发炎的痘痘了 现在剩下的就都是痘印 我觉得我已经度过了 皮肤最不稳定的那段时期 我记得我上一期分享的是 刷酸的部分 这一期分享的就是 刷酸之后的皮肤维稳期的 一些使用产品 这段时期脸上 基本上只用的就是这三样 白天其实还是在用这个 修丽可的CF 这款不光是白天帮我抗氧化 它里面还有皮根素 所以对于疏通毛口来说比较好 比较适合混油皮 那晚上呢 我还是坚持在用这个CSS 这个油橄榄精华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用 特别的镇定 这段时期保湿维稳的精华 我就是在用这一款 那还有很多人问我 怎么淡化痘印 之前我在爱用品里面 有给你们介绍过了 这个Ball Lab 15%的VC 这个我好像不是每天晚上都用 有时候我懒的时候 就只用这个油橄榄的精华 我这款就是用在痘印 比较多地方让它淡化痘印 好 那我们就快速进入 今天的爱用品吧 彩妆里面呢 我最想分享的应该是 我今天嘴巴上的这个唇釉 就是这个Mipu 这个牌子的唇釉 一开始我以为是日本的品牌 后来我买回来 我才发现它后面的备案信息 其实是中国制造 其实它是一个本土品牌 我买了两个颜色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一个是EX14 视频里面有跟你们分享过 这个颜色就有点像那种冷脆红茶 就是有一点点偏深豆沙的那种暗红色调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元气体气色的颜色 那我今天嘴巴上这种很淡很淡超级温柔的颜色是这个EX11 这个颜色真的特别特别的鲜嫩 它不会有任何荧光感 这个颜色我觉得调的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豆沙蜜桃螺粉色 就是非常温柔 一点都不调皮 素颜涂这个特别嫩 化妆之后涂这个也是锦上添花 那这个唇釉我自己喜欢它 并不是非常沉默 也不是那种进光感很强烈的 就是在嘴巴上很舒适 有一点鉴于唇蜜跟唇釉中间的那种质地 很滋润的存在 不太喜欢那种很油腻很糊一嘴的感觉 也不太染色非常好卸除 总之就是使用感和颜色呢我都很满意 第二个要推荐其实也是唇布产品 但是它是一个护肤类吧 是亚世兰黛的这个唇布精华 断断续续在用 然后我之前也拍过一支视频是关于这个的 当时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就已经很惊艳了 它真的非常好用 首先这个质地呢就不太常见 建议大家去试一下 它一点都不油腻 就是很像乳霜 很隐形的感觉 然后这款呢就是我每天晚上 睡觉前会涂 就把它放在床头柜里面 随便拿出来去涂两下 封闭效果很好 就是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我嘴巴还是润润的 不油腻的产品里面封闭性最好的 然后它真的可以做到 第二天嘴巴很嫩很嫩 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很淡很淡的一种水果香吧 说完那个唇膏呢 继续就说护肤类的产品 我大概两个月前有跟你们说过 我觉得我最近皮肤变得特别好 然后我还本来想说要拍一期视频 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皮肤变好的一些心得 但是好死不死就是 说过那个话之后 我的皮肤就一路下坡 身体发生一些变化 然后就内分泌失调了 皮肤出了很多的问题 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这个 其中有一点呢我总结的就是皮肤变好的秘籍呢 就是要用卸妆油来洗脸 那这一点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适用 主要是针对于皮肤容易阻塞的油皮 混油皮 容易长闭口的这种人 我就是这种 而且我皮肤不稳定 通常都是在暴痘啊 这种皮肤问题上 一直都喜欢的是Bobbi Brown的那一个 我已经用过大概五六瓶了 我有一点用腻了 但是那个还是很好用 一直想要找一个那个的替代吧 然后我觉得这两款都不错 但是二选一的话我会更推荐Kim Chu的 这个是德美丽加的 然后这个是Kim Chu的 我其实是收到了官方的那个张志汉的礼盒 所以里面有这个卸妆油 我很开心 这个卸妆油我超级超级的喜欢 其实它们的质地都很相似 都很水 主要的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异呢 就是德美丽加我觉得 稍微用在脸上会有一点点的刺激 然后它的味道有一点太香了 有时候皮肤长痘发炎的时候用它会有点不舒服 但是如果我皮肤比较稳定的时期用 我觉得它的卸妆力呀 清洁闭口毛孔 深层污垢的这些能力呀都是很好的 这款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缺点了 觉得它用起来跟Bobbi Brown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我觉得是我给它最高评价了 因为Bobbi Brown的卸妆油在我心目中是没有缺点的 唯一就是可能价格会贵一些 这个的价格就便宜很多 这种类型的卸妆我对它的诉求就是很水很稀 这样子我在按摩脸部的时候 它才不会有那种很厚重的阻力感 以至于我在清洁毛孔的时候 它能够快速的把毛孔中的那些污垢溶解出来 这个概念呢就是所谓的以油溶油嘛 你的毛孔里面的污垢呢 其实是油脂混杂着灰尘 还有一些细菌阻塞在你的毛孔 所以你要用卸妆油把它清洁出来 那这个时候偏稀一点的这种卸妆油 我觉得是最适合干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也是最有效的 偏稠一点的卸妆油 我就是搓不出来我那个毛孔中的一些 已经变硬氧化掉的那些脚栓 然后用卸妆油这个步骤呢 我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在做的 因为我不管有没有化妆 我皮肤都是有分泌油脂的 皮肤都会堆积一些灰尘 就适量看自己皮肤是需要一泵 还是两泵的卸妆油 去把脸上的这些污垢油脂都溶解掉 真的皮肤不太会容易再发炎长痘痘 我好希望我的皮肤能快点好起来 我就可以分享那个 关于皮肤变好的心得视频了 那搅完它之后呢就是身体的护理 也是一个油 优色灵家的这个沐浴油 入手了有两三年 甚至超过三年的一个品了 就是我记得我是好多好多年前 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博主安利买的 然后当时他的介绍就是说 这款洗完皮肤非常的舒服 不会有干燥拔干的感觉 很适合皮肤敏感的人群 试用了那么两次 我就觉得我有点不习惯 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的味道有一点厚的黄 现在我真的已经不讨厌这个味道了 甚至还有点喜欢 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它洗起来 泡泡没有那么绵密 所以没有那么爽 然后这个我就一直放在我家的那个囤货箱里面 后来我把它拿出来用 我就觉得啊好好用 然后之前我跟你们分享过 欧舒丹家也有一个杏仁卸妆油 其实那个一整桶 跟这个其实是非常相似的质地 用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我不想再用沐浴油了 我觉得我已经用腻了一整桶 然后后来我发现当我在用过了沐浴油之后 再去用普通的沐浴露洗的时候 就觉得好干 然后我就把这个翻出来再用 它其实就很像是卸妆油的质地 在沐浴的情况下 其实身上本身就是湿的嘛 然后当它碰到湿的身体的时候 它立马就会被乳化 这部就跟你平时用卸妆油洗脸的时候很像 但是其实你是直接进行乳化那一部 但是即便是这样呢 它对于你身体的清洁作用也是很强的 这个非常适合用来清理你身体上的防晒 平时的沐浴露 你用它洗防水型的防晒 其实总是有点洗不干净 或者你洗完之后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的 你就把这个沐浴油呢 涂在身上稍微按摩一下 然后再加水把它冲掉 这个时候你就会把身体的那种防水型的防晒霜都洗掉了 而且洗完的皮肤真的是会比较 没有那么拔干 你们不要去想象它洗完之后皮肤是油油的 它洗完之后皮肤是很干爽的 就甚至我还会再涂一点就偏清爽类型的身体乳 因为我自己皮肤是真的很干 如果说我要是用了普通的沐浴露洗完澡 我真的是干到不行 就是干到发痒的那种 我现在闻它的时候反而还蛮喜欢的 真的好神奇 就是我已经自动忽略了它这个里面的油的味道 我只能闻到它淡淡花香的味道了 你们可以去买一罐试一下 反正这个也是属于开价产品 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可能男生不会很喜欢 因为它洗起来真的没有太多的泡沫 可能没有很爽的感觉 我就放弃把它按理给肉泥了 快速介绍一个食物 这个其实是我以前有跟你们分享过的三顿半 他们家的云南系列咖啡 提取成粉末干粉状的 然后你加水直接就会变成一杯现成的冷脆咖啡 然后之前我买的是他们家普通装的 就号码是1到6号 然后这个是我朋友送的 这个是7号的 那我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包装 味道偏巧克力坚果 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那种烘焙的程度比较高 就不是那种很酸的类型 是比较偏浓厚巧克力风味的那种类型的咖啡 自己喝这种咖啡的习惯呢 就是我会准备一个这样的玻璃瓶子 这个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你们可以去买你自己喜欢的水果汁 一般都是放在这样子的玻璃杯里面 颜值很高 回收起来 然后洗干净 把这个粉末呢就这样倒进去 稍微兑一点点水 然后让它先初步的融化 然后其他的部分呢 你就直接兑你自己喜欢喝的牛奶 然后我自己是喜欢兑低脂的牛奶 就兑整个一瓶 如果说太浓的全脂牛奶兑一整瓶的话 它可能会有点太奶了 如果是低脂的话我觉得它跟这个咖啡 放在一起中和的效果是刚刚好的 真的不输外面卖的咖啡 接着呢还有一双鞋和两个用品 我先来说一双鞋吧 Flattered他们家的鞋子 然后我是第一次买他们家的鞋 这阵子我一直都在找好看的凉鞋 那这款呢就是他们家很经典的 没有后脚跟的这种穆勒拖鞋 非常的舒服 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厚度的 而且它有一点高度嘛 其实是最舒适的这种拖鞋的类型 整个样子很秀气 穿上我觉得也很百搭 就什么衣服都可以配 然后这个颜色我也觉得很好看 就这种奶灰色的感觉 很像是我们月相系列的包装外壳的那种颜色 就是我很喜欢的颜色 里外都是真皮的 鞋底呢是橡胶的 所以其实还蛮耐穿的 这个我觉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可能会买大半码或者一码 因为我穿上的时候我觉得稍微脚跟有一点点的出来 所以就是稍微比较适合脚瘦的人 如果你脚没有很瘦 你可以稍微往大半码大一码的这个程度去买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这段时期 只要是出门穿的最高频率的一双鞋子 然后说到有跟的鞋子呢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还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你真的是out了 我也是out了太多年 就是鞋靶子 而且是这种长的 一定要买长的 然后我这个是前两天在MUJI买的 没有任何的宣明读书的感觉 挂在那儿也不会觉得很丑 穿鞋这件事情吧 我真的很不喜欢 每次出门前穿鞋要勾个半天 我有时候赶时间就鞋都没穿好 我就塌着出去了 然后边坐电梯边拉鞋跟 过程也不是很舒服 而且经常指甲这里都会被蹭到 然后手指这里还觉得很痛 但是有了鞋靶子 你就根本不用坐下穿鞋 你就直接把脚插进去以后 用这个在后面稍微一勾就穿进去了 就穿鞋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快速 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真的好方便 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有老人的话 他们还要弯腰去穿鞋 其实对他们的腿啊腰啊都不太好 就有一个这样长柄的鞋靶子 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你我他 请帮我安利给大家 然后最后一个东西呢 本来我没有想要放到今天这个视频里面 是有一天我跟我的运营小姐姐在聊天 然后她说为什么你没有分享这个 然后我觉得好像有分享过 视频里的你们都不太知道 就是我的手机壳 然后这个其实我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吧 我觉得可能都有两个月了 outch tv这个牌子 然后棋盘格它是属于有一点点扭曲的这种 我觉得很好看 我买了一个绿色还买了一个蓝色 我觉得这个绿色的很好看 然后因为撞色我觉得会很可爱 我就买了一个橘子 叫做气垫 叫做什么东西来着 气垫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你可以把手插在这 有的这个东西确实挺方便的 特别是半夜看手机 如果是这个角度的话 不会担心它会突然砸到脸上 你可以把它立在桌子上 看视频 就是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分享 有啥可分享 但是我觉得手机壳 这款真的很好看 然后推荐给大家吧 用了一个多月了 我觉得它质量什么的都很好 反正就是这个品牌 叫outch tv 然后这次爱用品的东西就说完了 本来的本来 今天呢是一个要做一点小广告的 就是我们八月份要上的语集的新品 就是我们的哑光高光 叫做白月光 上海的台风耽误了 所以邮寄就有点慢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寄到新加坡 就没有赶上今天这个爱用品 这个视频的录制 就是越像腮红的大小 但是它表面是属于亮面的 然后我已经把之前就是测试的这个贴纸贴到上面了 本来没有贴的时候呢 它就是光光的很干净的一个造型 是这两个颜色拼在一起的 贴肤色的哑光高光 这个哑光高光的粉质非常好 因为它本身就是以粉饼的base作为原料来制作的 所以它跟皮肤的融合度非常高 媲美粉饼 那你可以大面积的用它 然后它有作为填补毛孔 柔化皮肤 以及提亮的效果 隐形反令纹 打亮眉骨 修改 眼影 边界 然后这个呢我会到时候再具体拍一支视频跟你们讲 大家期待一下白月光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了 然后我脸上的用品呢我会放在屏幕上方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就自己去就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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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